我們今天邀請到了柏玉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關於設備工程師的一些小小的分享 柏玉這邊有待過兩間公司 然後剛好又是一間是台商 然後一間是美商 所以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說 在這種半導體廠 台商跟美商的一些文化差異商裡面 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這一開始的話可能請柏玉稍微跟大家聊一下說 你是電子科系畢業的 那你大部分電子系的朋友 後來都去做了做什麼 然後大概在什麼產業為主 那什麼原因你當時選了設備 我身邊的朋友 我同學其實現在都在科技業 那其實因為科技就很窄 不是就聯巴克然後台積或艾斯莫 就那幾間 他們都在那幾間 什麼原因會選設備 其實我是覺得 就是你如果要投入那個科技業 我是覺得學歷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那時候只有學士畢業 就是如果要選製程 或製程整合以上的 那他其實都是要碩士畢業 因為我當時是只有學士 所以我就是投設備這樣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會選電子系 有特別的原因嗎 還是其實我們之前也訪問過蠻多台賓 其實有時候都是緣分啦 OK 那為什麼我會選電子系 其實我跟一般的就是台灣的學生是 算是大同小異 對 因為我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選擇權 我可能以前是想要就是當個運動選手 我想要填體育系 但是我可能就是家長啊就是 會跟你說就是 你讀體育系就是你又沒飯吃 然後就是你為什麼不是像哥哥一樣啊 然後就是 對對對 也一起往科技也發展 然後後來就是 有啦 要不然他們說服 然後我就是填電子電機的相關科技這樣 當時心中可能是有更想去做的事情 但是被 我覺得可能就是 比較像台灣一些傳統的想法 算是前顧住的就是 建議你說往電子電機這類的 以後可能會比較好找工作 對對對 不過從結果來看 感覺好像確實也是 滿好找工作的實際上沒錯啦 確實 那心中會不會還是有一點小遺憾 還是後來已經沒有把它彌補起來 一開始會啦 就是後來到後面就還好了 忽然覺得好像其實 對對對 真的念體育比較容易餓死 也沒有啦 就是現在就是也沒有這麼瘋狂的想要 也沒有當初的那種這麼 熱血的感覺而已 對對對 那如果這樣你再重選一次 那我重選一次喔 我覺得我應該還是會一樣嘛 選電子系嘛 還是吃飯還是比較重要 畢竟20歲的想法跟30歲的想法 就是真的是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爸媽建議還是有一點點道理 那時候就是學士 畢業之後就出來找工作嘛 對 那時候有想過要念碩士嗎 我當時就是想要趕快出來賺錢 對然後後來就是 想要跳到其他部門的時候 就發現他們有學歷的限制 我目前就有 就是就讀在職碩士 我有就是 目前是在努力中 從你的角度或觀點來看 其實會覺得在半導體業或科技業 這一類的行業裡面 確實有一個碩士學歷 還是蠻重要的門檻 對 而且你讀兩年 學士的學歷跟碩士的學歷 我們這邊值等就差了兩階 等於是 你讀了兩年 你就剩那兩個值等 我覺得你值得很划算 因為如果一直用 學士的學歷在裡面拼 要升兩階可能要好幾年 對啊我現在都還沒有升兩階 突然覺得CP值很高 CP值很高 開始工作以後再去念碩士的在職專班 忙不過來嗎 很累啊 我覺得要想清楚 當然 既然投入的話你就是 祝福你 祝福你 那我們祝福你 所以如果讓你充選 可以的話就把碩士念完 再出來工作 對 所以你那時候說在公司內轉 或是一些部門在找人的時候 他們是會直接去卡這種 碩士或學士的學歷 有一些有 他就是寫得很清楚 就寫在上面說一定要碩士 所以也不會因為說 你已經在公司裡面 有幾年的年資了 他們會覺得 其實也是要看老闆 也是啦 但是他們開條件的時候 就是會那樣開 那你有沒有辦法 靠著學士的身份 彈進去 應該也是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 但是就是有時候會變成 別人拒絕你的一個理由 大學畢業之後 然後剛剛有講說 其實想說要趕快 出來工作 那個時候就鎖定 這種半導體業為主嗎 欸沒有 那時候第一份工作 我是在影視業 因為我小舅舅他是攝影師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羨慕他 就是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拍戲 幹嘛的 所以我第一份是在影視業 影視業的什麼部分 就拍電影啊 算是助理啊 然後就是他攝影 不是會有移動攝影的元素 對那個軌道 對要架軌道 我是負責架軌道 所以一個月我就第一次 而且裡面的生態就是 他就是cost down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在趕 一直在趕 一天可能就是要拍個 20小時都是有的 就是東西器材什麼都已經到了 就是要把它搞定 一直在趕 馬上一個月就幻滅 對 應該說拍一部電影 大概40天吧 一部電影就完成了 那時候是參與了哪一部 可以透露一下嗎 風雲高手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對啊 他是小鬼拍的 就是那個在講籃球故事 所以那時候做了一個月就 就落跑了 沒有就是那部片 應該說對 那個project結束之後 就沒有繼續 沒有繼續參與 就到包子店了 就直接去包子店了 那時候包子店在找設備 他們有 就是或在面試的時候 他們有特別問些什麼嗎 確認說覺得你是 適合做這個工作之類的 他有問我 為什麼要投我們這件 我那時候好像跟他說我 離家近嘛 我真的有點忘記了 對 我就去了 其實也滿近的啦 就離家近 等於說面試那一關 感覺好像也沒遇到什麼阻礙 橫著走就進去的感覺 人資好像會問你專題做什麼 可是什麼是人資問的 我 我也不是很了解 不是通常應該是部門主管 會想說想了解一下 確認一下你的邏輯性啊 那既然是人資 然後去問這個專業的東西 我就覺得還滿奇怪的 所以主管那邊 主管那邊還好 那你覺得設備公司面試的時候 大概都會了解什麼 我先講就是在美商這邊 面試的方式啊 他們是有點像競爭的方式 他是團體面試 他是七個面試官 然後我當時是五個面試者 對然後他就是發問 看誰要回答 所以吸引他們那邊的目光 然後他問的問題就是 他想了解你的這個人格特質 他就會問說就是 你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那你是怎麼解決 你最大的夢想是什麼 連這種問題都丟出來用搶答的就對了 對對對 他是問這些東西 相較起來專業方面的反而還好 對沒有什麼專業的 他就是想測試說 這個人進來學不學得了 好像也沒有耶 就是想了解這個人是誰 了解他這個人好 所以是很吃感覺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這樣子一關 直屬主管這邊就是這樣子一關 然後就面完就結束了 他七個面試官就是 有包含各個部門的課長 連人資也有在裡面 所以是一個非常簡潔有力的面試 可是也面滿久的 一定的啊你七個人然後面五個人 那通常面一個人也要抓個四十分鐘吧 那你這樣至少抓三倍吧 兩個多小時 所以那個時候面的時候就 主要就面這樣子一關 他們就發訊息跟你說有上沒上這樣 沒有當天他就給你offer 對他就把那個 把自己人交進小房間 反正我那時候是五個然後三個上 然後三個就交到小房間 然後就給你offer這樣 對然後他問你就是你什麼時候就是想要like 就是對來報到 速度真的很快 把五個人找去 然後有七個人面完之後 討論一下然後他們就 對他們都在討論 發給誰 所以你們那時候五個人就在外面的小房間 沒有沒有沒有 他那時候就已經決定好了 對然後叫到名字就過去這樣 他們討論一下之後馬上就 所以你們是 我現在走廊 就是叫我名字然後去小房間這樣 有點像殘酷舞台的感覺 還是會不會剩下來的兩個 就跟他們說 我們有更好看的人過來這邊 是沒有啦 就是說就是 他們就是出來跟他們說就是面試到這邊結束這樣 所以當場就是offer啊 然後時間 然後薪水什麼就都 都在上面 對 現場就帶著一份offer 對 又回家了 對 這我第一次聽到這麼迅速的 現在是不是這樣 我又不太清楚 你聽到的其他部門也都是這樣子的速度嗎 我那一年是這樣 你那一年 所以你那一年的大部分的部門也都是這樣子走的 我還有聽到一對一還有團體面試的 可能一對一是因為他們只需要一個人 有可能 所以只好一對一這樣子 有可能 你有把握就打 對 沒有把握就不要 就安靜 主要是你要先了解這個工作 內容在做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他有些問的問題啊 是屬於比較那種類似像哲學那種 對 問你就是你遇到最大困難是什麼的時候 他就是你就要講嘛 然後他一定會問說你怎麼解決 你這真的是要答得出來 你不要就是 認在那邊 對 就是蠻尷尬的 就是你要想好後手 對對對 就是你可能要 對阿 就是要應對方式